大家好,我是Mika 有今天超強系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自學VS學校 VS線上課程 聽見 以韓文為例 我個人就用過了三種方式來學習 那這三種分別中間都隔了一大段時間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我學了又忘了 學了又忘了 然後再學 從一開始我自己買書 自己在網路上找資源 到我還在上大學的時候 選修了一堂韓文初階的通識課 以及我最近才開始使用的線上課程 今天就要來分析一下 三者之間的優點跟缺點 還有 句點 我的句點的意思就是 good good的點 句點 嘿 嘿,我是這個意思 そうですね なるほど 學習成效 読みた 自學 想當然的 花的時間就是最多的啊 也最燒腦 要自己去理解跟自己查證 很有可能有一大段時間都卡在撞牆旗 自主學習最大的諜人就是你自己 隨著生活的雜事越來越多 便會開始怠惰學習 給自己超多藉口 蛤,可是我周六要去唱歌耶 嗯,怎麼辦 還是先不學好了 反正下個禮拜還有時間 有沒有進度的壓力 行程會形成一種 學習到一般就停滯的情形 那在學校裡面 老師教的準確度 絕對是超級可信的 因為別人家有調色的高 一個學期的進度 大致上都幫你已經排好了 這一個學期 你會學到哪一個進度 你大概心裡有數 那也因為有學分的壓力 會強迫你每週定量的學習 教室裡一定有其他的同學 有學伴的 欸 有學伴就有動力 彼此督促 就像我去健身房 一定要有人陪不然我 真的是超級懶惰 甚至會有競爭的心態 而且在課堂之中 當有人提出問題時 也許解答的時候 就能順便解惑 肯定你放在心裡很久的一個疑問 因為是一對多的學習 一堂課沒來 可能就會導致 下一堂課完全聽不懂 還有就是 如果當你自己的進度 超前的時候 你覺得 這些我都已經會啦 欸 老師你幹嘛繼續講 I'm sorry 對不起 我騙了你 絕緣的菸草 被來自後山 嗯? 嗯? 當你進度超前的時候 卻要跟著大家的進度 一起走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 超無聊 超浪費時間 但是呢 你還是必須要來上課 為什麼呢 因為有學分 Yeah 若或是你跟不上的時候 落後太多 甚至會想要放棄 數位線上課程 我這個月使用的是 Jella 我已經使用它 已經一個月的時間了 購買一套課程 就可以無限觀看影音教材的課程 有規劃好的進度 由韓國籍的老師授課 想要來內容的準確度呢 絕對是超級當地的啊 由於是影音教材 有一些你聽不清楚的地方 你可以叫在 在看 放慢著愛切 而且每個禮拜都有陪讀的直播 可以自由選擇參加老師開的QA直播 可以隨時在直播中 以及社團中呢 提出你的問題 那老師呢 也都非常有細心有耐心的來回答你 同時解答也會想跟上大家的進度 參與討論 但也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自由參加 所以呢 像我那麼懶惰的人呢 還是有一些辣掉的進度啦 目前就是 大概落後了一個單元 好啦這兩個 好啦三個啦 齁 不過Jella推出了這個陪讀計畫 每週照表操課 多少有幫助自己 不會怠惰到太誇張的程度 只要肯認真學習 半年的課程上完後 據說就可以考到 含減三級的程度了 哇 哇 哇 耶 喔 那麼厲害 欸 學習方便性 一味道 喔 自學就超方便的啊 就是你想學就學 不想學就 就擺爛 非常自由自在的一個學習模式 學校上課呢 會有統一地點統一時間 時間安排上呢 彈性較低 進度也被卡得死死的 快也快不了 拖也拖不了 線上課程的優點就是 它有固定的教材擺在那邊 一年365天 24小時 不限時間 想看就看 沒有時間跟地點上面的限制 加上有這半年的陪讀計畫 每週會統整這週大家的學習進度 又方便 又不怕落後太多 平行語言能力 一味道 由於自主學習 必須要大量的閱讀資料 以及抄寫 導致閱讀跟手寫能力 超強 但是相對的聽力跟口說能力呢 就沒有什麼機會練習到 就是自學生比較弱的地方啦 課堂上以老師講課為主 所以聽一定多過於說 如果是認真抄筆記的同學 聽讀寫的能力 都會是不錯的 那也因為老師沒有辦法 一一的跟每個同學練習 口語對話 口語教學 對 簡稱口交 所以學校課程的學生 通常都敗在口說 加拉這款課程 主要是以看影片為主 所以閱讀跟聽力的能力呢 會比較好 顧慮到這一點 他們設計的APP裡面 還有口說練習的部分 來判斷自己的發音 到底準不準 滴不滴到 喊不喊 另外在陪讀的直播中 老師會經過同學們的同意 隨機的 Q-OUT 打電話給同學 練習口說能力 我覺得算是一個 聽說讀寫 樣樣都顧慮到的 全方位學習方式 誒誒 活用程度 其實自學的話很難說 因為這跟你 選擇的教材 有極大的關係 你買A書 就會學到A書的內容 不要想歪啊 買B就會得到B 你更不要想歪啊 所以光同一個語言呢 我都會買兩三本以上的課本 來自不同的作者 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就更能夠融會貫通 當然 課本上的 大多用在正統教學上 考試上 所以叫制式 叫正規 很難學習到 真正當地人說話的方式 學校裡教的呢 也是差不多 只差在 有一位老師 會告訴你 當地人是怎麼發音的 是怎麼講的 但是 依然還是以考試為目的 學習到的韓文 很紮實 但是 當地人 不一定會這麼講 在Jella的課程中 老師 同一句話 從最標準 接受到最精簡 最當地 最口語的表達方式 甚至有一些看似 好像很正常的字 卻在現今的韓國社會 已經被用爛了 常常代表一些負面的詞彙 或是單字的念法 我看完Jella之後 我才發現 原來有好多的單字 念法都是例外中的例外 如果按照原本的拼法 去發音的話 當地人反而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這些東西學起來 就敢敢跟 韓國人交朋友啦 講得越口語化 他們越會覺得 哇這個人真的好友善啊 自學的費用Range實在是太大了 少 可以免費的上YouTube 看影片學習 多 可以甚至買一張機票 飛到韓國住一陣子 你連書都不用買哦 但是你卻可以講出 超級道地正統的韓文 學校課程呢 因為我是上大學的時候去的 我那時候就是直接選修 所以其實也不用付多餘的錢 那場課程的費用都已經算在我的學費裡面了 所以其實我不需要額外的再出任何錢 頂多就是買一本 跟著大家進度走的課本 JALA的線上課程比起外面的補習班 真的是划算 我現在學的是 哥教的是語感 進階韓文系列 他跟外面補習班不一樣的點 就是他將好幾家的課本 融合成一個內容一次交 QR 融合成一個內容一次交給你 相較起來 CP值超高 喂 總歸一句話我覺得呢 不論今天你要花多少錢在上面 不論你是買書也好 買課程也好 甚至是外面上補習班也好 都是對於自己的一種投資 這些錢花出去的 你得到的是知識 知識就是 NiLiang NiLiang is Power Imitar 當這些東西你真的吸收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它都是無價的 講得太有深度了 今年2020年我可以自己立下的一個目標呢 就是我今年 我要透過JALA這個線上課程 阿記的韓文練到超級厲害 希望有朝一日我到韓國旅遊的時候 我不用靠英文 我不用靠中文 我就可以溝通 然後到時候我用泰文溝通 耶 是的 想了解我更多的韓文學習法 都持續關注我的YouTube頻道 打開小鈴鐺 不要忘記 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會在這半年的期間 發一些 我在JALA這個課程上面 學習到的一些 課本上學不到的小知識 那請大家就敬請期待啦 不論是自學也好 在學校裡面學也好 或者是使用線上課程 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 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 annyeonghage seyo l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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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